這個節目介紹的是 讓大家可以看美景 吃美食 變美麗 並留下美好回憶的關係之旅 節目名稱叫做 美之關係 第二天 小胖一行人 坐了大約一個小時的電車 來到了大阪 這裡就是新世界 大阪很有名的地方 什麼叫新世界 這邊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 就是那個Billy Ken-san 大阪的福神Billy Ken 據說你只要騷騷他的腳底 揍他笑 讓他開心之後 就會有好運降臨喔 Billy Ken-san 開心一點啊 希望我今年的唱片大賣 然後作品很多人看啊 然後大紅大紫啊 這樣夠嗎 要再多加 我有很多錢 有很多你啊 你都很厲害 你都很厲害 沒有 沒有他們那麼厲害 我看一下 都是橫鋼耶 沒有 你看看 好 橫鋼 這一間就是橫鋼 橫鋼 對 來到大阪的新世界 就一定要品嘗當地特產 炸串 用竹籤將各種食材串起來 在裹上面衣炸得酥酥脆脆脆後 就是炸串 這是我們新世界很有名的炸串 炸串 很好吃 我之前有吃過一次 真的 因為來日本宣傳日文專輯的時候 我到大阪 然後就吃了這一片 念念不忘 我念不忘 今天總算用捲刀串 恭喜 好厲害喔 一家店的炸串好不好吃 取決於沾醬上面 而吃炸串時一定要注意 因為沾醬是大家一起共用 所以只能夠沾一次而已喔 好酥 好酥脆的感覺 有一點甜甜的 甜甜 我覺得滿燙的 乖 蘸太多了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然後因為有時候炸串吃就會比較膩 因為炸的東西吃得比較膩 可是搭配它這個醬你就覺得 怎麼這麼剛好 很好吃 小胖 媽媽 大阪的小吃不是只有炸串而已喔 說到大阪 這個美食是必吃不可 就是它 大阪名產章魚燒 老闆的橋手 將一顆顆章魚燒 翻滾得又圓又漂亮 什麼 廣角精神 也是大阪特有的人文風情 這間店除了一般的章魚燒 還有提供好多種口味 願君挑選 小胖點了撒上大量蔥花的章魚燒 蔥花多到看不到主角了 來 給你吃喔 耶 也好吃 蔥花 都是蔥花 它居然怎麼好吃 來 毛蛋 大阪的章魚燒 和我們平常知道的有點不太一樣 口感可是非常軟嫩軟嫩呢 好吃 好吃 看來媽媽也對大阪美食 讚不絕口呢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南波公園購物中心 南波公園購物中心 它叫做南波公園 我想說是公園 對 因為是購物商城這樣 對啊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賣衣服啊 擺東西購物的地方 東方都有 那有吃的嗎 吃的等一下 休息 沒有 因為你知道 我看到這上面的建築物啊 感覺好像連冷藍口 有點想吃甜點 拜託 你看那個海苔口味 你們都想吃的嗎 他不是說很想吃喔 我真的想吃 就因為小胖一句話 現在啊 他們要去找甜食吃囉 現在呢 就是下午茶時間囉 我們現在來到 這家 咖啡 小吃飯 這家店的裝牌甜點 是非常受日本女孩子 歡迎的鬆餅 店家會在客人面前 擠上滑順蓬鬆的 生鮮奶油 用力沾 哇 好酥的感覺 剛剛有聽到那個 卡子 這是淋上各種 莓果醬汁的鬆餅 五顏六色的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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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就是他剛剛吃出的這個甜味 之外 他又多了一個這種 莓嗎 對 莓 紅莓 藍莓 對 它很多莓 然後蔓越莓之類的 對 它加了一點點就是這樣子 酸酸甜甜口感 所以說吃了一口 讓人家就是感覺 更想吃 對 小胖終於如願以償吃到了甜點 現在開心了吧 倒油了 哇 哇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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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胖 欸 欸 好多次 好多次 都是你愛的 好多次 原來是夾娃娃機 只是夾的是小胖 最愛的零食喔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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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拉個散打的 一根巧克力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桶的 我想玩 你想玩 用這個鉤子 把商品推下去之後 就成功了 小胖能夠順利拿到嗎 要把它抽下去 可惡 這樣子推下來 小胖應該這個棒子 我試試看 試試看 看現在這個盒子傾斜的情形 應該輕輕鬆鬆就可以拿到了 好 就是現在 看來 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呢 剩下兩次了 究竟我們吃不吃得到雷神巧克力 就看你這一次 好 那我來囉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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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恭喜你 給你拍拍手 給你一個讚 我們現在來到 大法南海瑞士大酒店 由於這家酒店 就位在南海電車 南波站的正上方 從關西機場坐南海電車 只要35分 一班車 便可以直達這裡喔 交通非常便利 今天晚上住的房間就是 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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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房間 是最近新蓋好的特殊套房 好好奇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呢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 來 它好喜歡這樣的味道 是嗎 滿喜歡 滿滿喜歡這種 而且你看那邊還有一個 代表我的舅舅 床頭嗎 床頭那一個是 像我這帶的 這邊也可以看到 我們有去過的那個 Number Park 對 而且你看是 那個燈光好漂亮 對 就那個生鈕上面那個 對 對啊 一 二 三 驚喜 是榻榻米的盒子 對 超厲害的 這是純日式的 對不對 很棒 很超棒的 謝謝你 謝謝 而在這間酒店 也有個非常特別的 紓壓按摩服務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 日本酒紓壓按摩 日本才有喔 現在就開始啦 這裡使用的美容液 是萃取日本酒中 一種極為稀少的成分 製作而成 潤滑耶 就是感覺 用完之後整個就是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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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是日本酒的成分 但可沒有酒味喔 而且保濕效果相當好 除了臉以外 肩膀 脖子 胸口 也都幫您按的舒舒服服 好像在做超韻鍋水療喔 最後貼上他們特製的面膜 使美容液讓肌膚完美新修後 就大功告成了 另一方面 白天時去過的購物中心 到了晚上會點上彩燈 Yuji就帶著媽媽去參觀了 好美 好美 是 啊 這些彩燈藝術 是只有冬天才有的喔 所以啊 這個時期 這裡也會是浪漫的 約會聖地 很有情調吧 這時做完舒壓按摩的小胖 噓 我現在要為我媽媽挑選一個 精心挑選的禮物 因為就是想要給媽媽一個 大驚喜 所以說趕快來挑一下吧 是他們還在約會的時候 其實因為媽媽從小就給我很多愛 所以我想要 也要送一個充滿愛的禮物給妳 小胖會選什麼樣的禮物給媽媽呢 但其實小胖還另外準備了更大的禮物喔 現在我們來到酒店的禮堂叫JULU 然後呢 現在小胖要給媽媽一個驚喜 所以小胖現在 在做準備 走 他已經開始緊張了 好嗎 老師有點緊張 沒關係 對啊 但是因為我跟我平常 我媽媽感情還算很好的 就是 但是就是第一次 我應該說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要這麼做 對我來說有點 完全不知情的媽媽 來到了禮堂門外 直到媽媽已經站在門外 小胖開始緊張起來了 小胖 你禮物拿反了 要冷靜喔 嗨 是時候很像這個伴侯 驚喜 好開心 開心嗎 開心開心 這臉漂亮對不對 好感動 好感動 你感動 真的嗎 這件事情就是 我要跟你說 我怎麼愛你 好感動喔 我也愛你 因為其實你知道 我就是平常很少有機會 就是 這麼 認真的跟你說 就是 我愛你 其實 從小到大 你給我很多的愛 給我很多溫暖 這個就是我要送給你一點小小新衣 然後裡面代表我的愛 這樣 是什麼 小胖選擇了富有精油功能的 空氣清淨機送給媽媽 他還精心挑選了玫瑰香味的精油 這個寶箱因為有玫瑰 因為玫瑰是代表愛嘛 所以希望就送給你 然後讓 有你在地坊 充滿我滿滿的愛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那麼貼心的 對 愛你 我也愛你 最愛你了 希望你一輩子 健康快樂 OK 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跟幸福 大家這一次的美德光西好玩嗎 你們好玩嗎 超讚 是個美麗的地方 謝謝 真的 所以下次有機會 再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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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我們了 Bye Bye 關西是個擁有美麗風景 擁有豐富多樣的美食 也是個讓你 裡裡外外 都能變美的地方 如果想在人生中 留下美好的回憶 來關西走走 一定會是個很棒的人生選擇